這一場桃園縣平鎮高中 對上高雄市高院工商的季軍之爭 三局上半 高院兩人出局 三壘有人 平鎮先發投手張朝聖發生爆頭失誤 球彈到了本壘板後方 三壘跑者李凱威回來得分 高院先持得點 連霸失利的平鎮高中 季軍獎盃怎能再拱手讓人 四局下半一壘有人 歐靖面對高院先發楊敬豪的打擊 一棒夯到左外野 落點非常巧妙 跑者王愉全繞過兩個壘包 要來挑戰本壘Safe 平鎮靠著歐靖打開得分大門追平比數 兩人出局後延續攻勢 靠著林承飛這次帶有一分打點的安打 再把比數變成二比一 握有一分優勢的平鎮 五局下打得更順手 儘管對方換上中繼投手吳一平 還是無法止住平鎮的攻勢 林承恩在滿壘時打出輕壘的三壘安打 一口氣灌進三分 而且三分還不夠 靠著高宇潔 林承飛的安打串聯 這個半局平鎮吃下大橘子 將領先擴到到七比一 儘管高院之後再添三分 還是無力挽回戰局 中場平鎮高中靠著打線火燙的表現 以八支安打攻下八分 順利擊敗高院攻傷 第二屆黑豹棋拿下季軍成績 五臺體育新聞綜合報導 早安打 大閨